各国马赛业晚上在早上 赤瓜娇上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面对核枪实弹不可一世的某国士兵 我手交官兵再次向他们发出严重警告 某国军队竟把我放的一再忍让 当着软弱可击 竟用当众撒尿笑骂等下流动作 侮辱我方战士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战士们组成战斗队形 迎着某国军队黑洞洞的枪口 一步步逼向前去 这时一对方士兵恶狠狠地端起枪 瞄准我夺奇的战士 在其抠动扳机的一刹那 我502舰副枪炮长杨志亮 眼疾手快纵身扑了过去 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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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某国军队开枪 与此同时 其剑船上的各种武器 也疯狂地向我登交队员压了过来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我们不打第一枪 但也绝不容忍别人向我开枪 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一时刻 1988年3月14日上午8时47分 我人民海军为保卫南沙群岛 在赤瓜礁海域 面对入侵者的疯狂挑衅 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 这一仗 我参战的502-531-556舰官兵 密切协同勇猛战斗 取得了击沉某国舰船一艘 重伤两艘 俘虏对方士兵九名 我方仅伤一人的重大胜利 从此结束了共和国在南沙群岛 仅靠发表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